宅在家点个芳香蜡烛 除了涂个好气氛 也可以让你的客厅啊 房间整个都香气名人 那香氛蜡烛应该怎么点 有哪些不为人知的香气小秘密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我自己啊 其实很爱搜集室内香氛蜡烛 香氛蜡烛啊 有的是平价两三百 有的是两三千 甚至贵到破万 到底这些价位高低 差这么多的蜡烛 有哪些不同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香氛专家怎么说吧 其实从气味上 我们很明显就会感觉到 我买可能两百三百块的蜡烛 跟买两千块的蜡烛 它闻起来其实 那个舒服程度跟那个感受度 其实就差很多 非常的明显 我们可以分开来讲 它其实有两个原因 会造成这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它香气的选择 就是就以玫瑰来说好了 玫瑰的蜡烛其实我们很常见 那它可以用不同的原料 去呈现出玫瑰的味道 那玫瑰的味道 那它其实呈现出来 它会有那个很细节很细致的地方 就是我们感受到说 我喜欢我不喜欢 或是我觉得舒服不舒服的那个地方 那就是它原料的选择上 它其实会有点差异有点落差 所以它造成它的价格上会有点影响 那另外的话就是蜡烛 它使用的蜡其实不太一样 有的它可能追求纯天然 它可能就使用风蜡 使用大豆蜡 那有的话它使用 它是比较在意的是整个的呈现 它可能是会使用到混合蜡 一样是大豆蜡 它可能会比较精练过的 或是它会比较少杂质的 那它的单价来说 因为它的制成步骤比较多 所以它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高 最大的差别的话 可能就是里面的蜡的成分 有可能是有石蜡 或者是有植物蜡 或者是大豆蜡 那本身差别是在于说 它的溶点的不同 像植物蜡的溶点会比较低 然后石蜡的溶点就会比较高 低价位跟中价位高价位 其实这三个不同的价位 所表现出来的香气跟原物料 一定都会是不一样的 那如果说以中价位的香气来讲的话 它的香气会舒服 但是你会觉得 就像我们在喝饮料一样 我们少了那个层次感 对 比如说你去喝调酒 好的调酒跟不好喝的调酒 那个差很多 像如果说是很厉害的调酒的话 你会喝出来它前面所感受到的 尾韵所感受到的 跟你完全喝完之后所感受到 甚至它的熔冰怎么都不一样 对 那其实像好的蜡烛它的香气 代表的也是这样 它在点燃之前 在点燃的前段 中段 其实香气都是不一样的 那我觉得以蜡烛最基本来讲 一定就是要让你闻得舒服 其实点方向蜡烛啊 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 很多人都不知道 所以都是在错误的燃烧方向蜡烛 那我自己啊 其实每次点蜡烛的时候 我都一定会把窗户稍微微微的打开 因为如果你不开窗的话 整个室内的味道会很浓郁 可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 其实还有很多燃烧方向蜡烛的一些小tips 你一定要知道哦 首先我们在点之前 要确认一件事 蜡烛的竹心的长段 我们大概留在0.5到0.6公分 是最适当的长度 蜡烛放置的位置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希望它是在平坦 平坦表面 那平坦表面以外 我们不希望它是有直风会去吹 不会影响到它的火苗的那个方位 那你影响到的话 它一定燃烧也会不均匀 然后记得每一次熔掉蜡烛之前 希望它的表面都是异化 已经完全异化了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烧的时间不够长 那它可能就烧中间 我们把它吹息 下一次点的时候又是一样的状况 它就一直在烧中间 然后很多人他会说 我买蜡烛回去烧 可是都烧不均匀 中间一个洞一直往下 旁边都熔不掉 就会造成这种状况 如果你在使用蜡烛的时候 蕊心一定会建议就是剪到5米以内 就是半公分以内 因为这样的话在燃烧的过程中的话 是最不容易会产生黑烟的部分 蜡烛在燃烧的话 都会建议在一个小时以上 一个小时左右 因为主要是当时间够的话 它的蜡烛才会融化的平均 平均的时候 它才不会在中间造成就是有凹陷 那这样使用的话 寿命是最好跟最长的 首次的第一次的燃烧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的燃烧 因为我们的拼口比较大 像我刚刚讲到的拼口比较大 所以我们第一次在燃烧的时候 一定要燃烧足够三个小时 那一定要足够这个三个小时 是因为它才会形成一个完美的蜡齿 如果说一开始只有燃烧一个小时 它的蜡齿可能会只有形成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这个凹洞一旦产生了 它之后就不会再恢复了 洗了等它的蜡是已经不会流动的状态下 你才把它的盖子盖上去 当它还是在异状的时候 我们把盖子盖上去 它会凝结成水珠在里面 对那其实这样子对蜡烛的保存 或是你在下一次的燃烧 那都是不太好的 因为香气你可能就会滚炸了水气 对香气就不能完整的呈现 像室内芳香蜡烛啊 其实有季节性吗 当然有 它跟香水差不多 那所以我下就介绍一些 比较适合夏天燃烧的这个室内芳香蜡烛 第一个我就是要介绍大家能见度比较低的 这个潘海利根的这个室内芳香蜡烛 其实潘海利根啊 它是一个英国非常老的牌子 大概也超过150年了哦 那它这颗芳香蜡烛啊 也是他们蛮招牌的 是一个蛮适合夏天点的一个 带有柑橘调跟罗勒调的香味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味道就蛮清新的 那其实告诉你一个小tips 如果是夏天室内环境温度比较高的话 你要点蜡烛 你可以先在点蜡烛之前 把蜡烛放到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这样子你燃烧出来的味道会比较浓郁 而且它燃烧的速率也会比较好 会比较省 我推荐三款花香 因为现在其实就是春夏交界之际 我觉得花香是一个非常适合 然后花香的话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很怕 它整个空间感里面的味道太重 它希望就是味道是一个衬托 一个搭配而不是一个主角 我们家玫瑰分享的时候 它其实是带一点淡淡玫瑰的香气 我觉得它有点那种糖粉的感觉 那另外一个的话是 Mimosa 它其实是寒修草 但它寒修草其实跟我们想的那个 寒修草不太一样 它是花的那个寒修草 它是黄色很毛绒感的那种小花 它其实会有一点那种新香感 比较温暖一点 比较色香 比较滑顺 比较辣感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比较包覆 比较舒服 我私心很爱的是 Muge 玲兰 在5月1号的时候 在法国大家都会送给 亲朋好友玲兰花 因为它可以代表 它可以带来幸福 带来好运 给整个来年这样子 然后它是那种比较干净 然后带一点那种绿意 因为它也叫山谷百合 带一点水汽 然后非常轻盈的小白花的味道 春夏的话 我们其实很推荐像是 我们的清零罗乐 跟我们的英国李小苍兰 这两款香气 因为这两款香气来讲的话 本身来说 英国李小苍兰这款香气 它在点燃的时候 它很适合就是 现在这个季节是因为 它点起来会有一种 凉凉的感觉 微风徐徐 再来是它本身 因为英国李小苍兰这款香气 它给人的感觉 就会带一点香槟 或者是气泡的感觉 所以在春夏带一点 炎热的季节的时候 去点燃它的时候 香气来讲 也会格外就是有点清爽 跳脱的感觉 那我们也会很推荐 搭配上我们的 柑橘调的香味 因为清一炉的柑橘呢 在春夏的时候 我们都会推荐用柑橘的香气 是因为会比较新鲜 然后清爽一点 刚刚这个JOMALON啊 其实是大家真的都蛮喜欢的 芳香蜡烛的品牌 那他们家 其实都是纯手工制造 有的时候你去店上买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一些小气泡 其实这个蕊心也是一个 燃烧芳香蜡烛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他们的蕊心啊 听说有400多种蕊心 无牵环保的蕊心来搭配 不过肉眼看其实都是白色 就是很白不白或是灰白这样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这个蜡烛 也是法国的牌子 是MFK 那他们的香水 其实也受到蛮多人的喜欢 他们的调香湿 就是被誉为天才调香湿 它调的那些香水的味道 我觉得也蛮特别的 而且非常的好闻 那这一款啊 就是竹笙 其实是陶瓷做的 跟一般的玻璃比较不一样 然后是手工做成的 那里面呢 绿色就是它这款蜡烛的这个味道 就是比较是适合初夏季节 夏天的这种夏季农庄的味道 那听说这个是创办人 他小时候 他就是回忆起自己小时候 在香肩农庄 夏天的味道 所以里面有新鲜的稻草啊 薰衣草啊 迷迭香 这种很清新又有一点花朵的香味 所以我觉得也非常好闻 如果要说啊 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 最象征的品牌 就是我刚刚介绍的潘海利根 那法国呢 法国就是拿破仑时代 应该最代表的牌子 就是这个布里了 那它的这个室内香氛蜡烛啊 其实我觉得比较不同的地方是 竹笙的这个材质比较特别 因为一般人可能就 一般的牌子可能就是玻璃啊 或者是陶瓷 可是它这个是 印度手工的大理石 那你点这个芳香蜡烛啊 他们家还蛮特别 也是有互相搭配的芳香火柴 蛮适合夏天的味道 是这一款意大利乡村 那意大利乡村跟刚刚那个农村 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很适合夏天使用 它的味道呢 就是有点融合树皮 土壤跟树叶 还有被太阳晒过那种味道 那他们家是附这种比较高起来的 这种玻璃的竹罩 那很像就是那种甜点啊 或是食物的那种竹罩 就是盖起来也非常的优雅 看起来非常的有质感 如果说在这个季节 初夏即将迈入夏天 很炎热的季节里面 我们这一个白色海岛 其实它就是非常的具有代表性 因为像你可以看到 我们是用一个蓝色的颜色 去强调我们的蕊心 它这个白色海岛啊 它所要强调的意境就是 在海岛上 我们就是在池畔 很慵懒的享受的阳光 然后这时候你看到的大海 它是有波光灵灵的感觉 调香大师 它就是用马带茶这个香气 然后混合了甜橙 去强调这个波光灵灵的感觉 然后呈现一个夏日很慵懒的味道 那如果说是以比较新的香调的话 它跟原本我们的白色海岛味道又不太一样 它多了一点蜜桃的香气 我觉得如果说要我呈现的话 我觉得它是个很像少女的味道 很像少女然后在泳池边的味道 对因为少女嘛 它会带一点甜甜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了水蜜桃去呈现这个感觉 对它是会稍微比较带甜 但是营造的感觉一样都是 像是你喝手药饮料那种清新感 刚刚那位香氛大使介绍的那个 LV的这个香氛蜡烛真的好可爱哦 你看我其实自己也有一个 那它这个蜡烛真的你看 它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提拔 听说啊有很多人就是买回去 点蜡烛的时候就是真的这样子在点 直接提拔放上去 因为现在太可爱了 就一点提拔就烧坏了 所以要提醒大家 如果你真的买了这一款蜡烛 记得把这个提拔放到前面或放到后面都可以 这样子烧好吗 千万不可以把这可爱的提拔给烧坏咯 最后啊我要介绍这个来自意大利米兰的 这个一个很现代艺术的牌子 叫做Fonaceti 它这个全部都是纯硬的这个设计 其实灵感来源是一个歌剧女灵叫Lina 那这个是这个品牌的一个灵感muse 如果你是很喜欢花香气息的女孩 你绝对不可以错过这个福罗拉的这个花香 那这个花香其实不是那种很粉很香的花香 在夏天使用不会有那种很粉感很花香的调性 而是那种很清新的感觉 其实像这种烧蜡烛你以为 蜡烛里面的蜡油都非常非常的烫吗 其实没有哦 因为其实如果你是使用植物蜡 大豆蜡这种比较天然的蜡 它的燃点是很低的 大概四五十度 顶多六十度它就可以融了 所以其实这些蜡油都不烫 那我可以试给你看 真的手放下去 你看我放下去其实就是温温的感觉 一点都不会烫 可是烧蜡烛其实在家里还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啦 如果你有小孩子 虽然它不烫 可是还是要离孩子远一点 那另外啊 就是如果你要熄灭这些蜡烛的话 可以让它不产生油烟黑烟呢 就是你可以拿这个烧过的这个火柴 用它底部怎么样呢 就是把这个蜡心直接推到蜡油里面 推到蜡油里面立刻就熄掉 而且没有烟出来 我觉得这些小技巧都可以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你还有什么其他彩妆 发型跟保养的问题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五个的 它一定是五个或三个要一起点 它才会平均 才会异面完全一起融化 那像这种通常很大 它就非常适合比较大一点的空间 对 然后记得门窗一定要打开 就是要来就是烧盘盖 就是死了 然后身上还香香的这样子 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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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